3月3日星期四 時間來到下午的3時35分 在非常聽的Facebook 昨天已經預告了 今天會有非常嘉賓上來 她就是陳雷 Hello Hello 你好 初初公司同事跟我說 陳雷想上來做訪問 接著我就聽一聽這個名字 好像很熟悉 但又不是很有印象 到底是誰呢 為什麼會認識這個名字呢 原來就是因為 是亞洲星光大道裡面 其中一位參賽者 也是當時得到第四名 對的一位歌手 為什麼又好像不是很熟悉 因為已經是好幾年前 亞洲星光大道 當時就認識了陳雷 接著到現在 好像中間又去了哪裡 又不是很清楚 所以今天就叫她上來 跟大家介紹一下她自己 亦都讓大家知道 更新一下她的近況 好 其實中間幾年都 參加完比賽都在亞視發展了一段時間 都有四年 都有些主持這樣 對… 四年之後 結束後我就沒有再簽了 停了一年之後 2015年就簽了現在的新公司 Amuse Hong Kong 那就是一間日本的公司 對 那在這四年的期間 你的音樂道路有沒有暫停過 還是因為我都要專注在幕前的一些表演 而好像令到我的音樂 好像都沒有太突圍 這樣呢 我自己覺得都算有暫停過 因為有一段時間 我那時哭牙 唱歌我就覺得好像有漏風 真的會嗎 我覺得很沒有自信 還有就是 你在鏡頭看到自己唱歌 一笑牌牙 降 我最後是降 因為我想快一點 是 降的那些就會快一點 那 這次就令到我唱歌很沒有自信 又覺得 還有那一刻又覺得好像 都沒有什麼人說很欠聽我唱歌 就是感覺 也有想過 不如不要唱歌 不如做什麼設計 手作那些就算了 對 但是問回 如果你不喜歡唱歌 你又不會去參加歌唱比賽 對 所以喜歡唱歌 對 喜歡唱歌 但你又會有一刻 不如放棄 那樣東西就是 會不會令到你 就是 你明白如果你很喜歡唱歌的話 你可能會用盡力的方法 去將你的歌聲 來讓大家人接觸 尤其是現在這個年代 其實很容易 例如你可能拍片 或者是錄了 自彈自唱 錄了 你可以傳到不同的地方 那陳雷在這個期間 那個歌唱是怎樣 其實有沒有說自己都會 就算我不推出 但我都會練歌 就是後期 真的到開始 枯完牙了 這樣就 開始拿一支結他 自彈自唱 從開始都沒有太多人聽 慢慢慢慢找到一些方法 可能換一支吸引一些的結他 即吸引到別人眼球的結他 或者唱一些比較新的歌 慢慢慢慢就開始 有一些陌生的新的朋友 喜歡聽我唱歌 這樣開始 然後到了2014年 亦去了內地 有個歌唱比賽 那機會又是怎樣來的呢 其實那個歌唱比賽 都是因為我放一些 cover 上網 因為那時候 其實我一直都有放上 內地一些 視頻網站 但我放了一個 原來已經不是很多人看的 好的 剛剛我轉去放了一個新的 視頻網站之後 一開始就有 就是那時候中國好歌曲的 導演組 就有找我 其實他也是聽我唱 cover 他就問我 有沒有興趣參加中國好歌曲 或者中國好聲音 他說中國好歌曲就是原創歌曲 中國好聲音就是給聲音 最後我選擇了參加中國好歌曲 原創歌曲 那時候已經是很有信心 就是覺得我自己創作的歌曲 是有機會 還有也有一個這麼好的平台 這麼大的平台 讓你去發表 其實不是因為這樣而選擇這個原創歌曲 真是純粹是一種小粉絲的心態 因為那時候中國好歌曲 評審裡面有蔡健雅 我自己很喜歡 他也影響了我彈結他的一些感覺 所以我就很想去見一下也好 如果我的作品 他有挑選到 還是一個很大的肯定 所以我就選了這個比賽 我覺得挺棒的 純粹是小小的粉絲的心態 小粉絲 所以選了這個節目 很開心 也是一個很大的平台 亦給陳雷示範 給大家知道 我是一個怎樣的人 陳雷是一個怎樣的歌手 他的音樂是怎樣的 可能在DBC的聽眾 不是很多人認識陳雷 不如我們現在聽首歌 看看他的音樂 到底陳雷的音樂是怎樣 我們再回來聊吧 好 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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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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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架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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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